今年第三号台风 古超在昨天晚间已经升格为轻度台风 气象局预估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要留意的是根据欧洲模式的预测 6月9号可能会出现史上最晚有利于梅雨建立的指标 迎来首波梅雨滞留封面 紧接着6月12到6月16号台湾未在低压带 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之下会是明显多雨的一周 而且降雨的时间长 雨势强度也会比较强 要特别留意致灾雨势发生 卫星云图上的天气系统很热闹 台湾北边有封面逐渐难移 东南方也有第三号台风古超在发展中 尽管长度还可能增强到中台 但气象局预测它的路径对台湾影响不大 只是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 台湾会逐渐进入低压带范围 台湾对台湾的降雨还是有贡献 超台风它在逐渐的在未来几天北上的过程之中 其实在整个影响我们台湾的一个太平洋高压 也是在逐渐的冬退的过程 那这连带的其实在南边 就是在目前南海的一个低压带 也会随着高压的冬退 逐渐的向台湾这边靠近 根据欧洲模式预测 台湾可能迎来时尚最晚的有力梅雨指标建立 可能有首波的梅雨制的封面 气象局预估6月9号周五前 降雨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9号封面前缘接近 中部以北东半部 午后雨势可能会更明显 不过预期这波封面不够完整 强度较弱 雨势最明显的时候是在12号到16号 台湾位于低压带 在西南季风影响下是明显多雨的一周 而且跟这周末比起来 届时降雨时间长 强度也会比较强 在12号之后 因为整个大气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定 有些局部的地区都不排除 有大雨或豪雨以上的降雨出现 你特别要观察是16号 它的这个最大降雨的一个区 目前看起来是集中在台中以北 下周台湾位于低压环境 是否有中尺度低压系统发展 也会影响到台湾的浴室大小 得持续关注 记者真相帮忙旺家台北报导 梅雨带来充足以量 日月潭水库不但蓄水率回到97% 潭区的月牙湾水位也上升 原本在水晴吃紧的时候 天使眼泪滴滴珍贵 现在美景重现 甚至变成了天空之境 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的美景 令人赞叹 青春蓝色湖水波光练艳 被风吹起波波涟漪 还可以看见湖底石头 美丽景致令人惊艳 绿树青天白云倒映在湖面上 宛若天空之境 美丽景致静收湖里 水位比较高的话 水的一个样式也比较漂亮 这几天的早上因为晚上 或者傍晚有下过雨 早上来都会特别棒 民众大战真的漂亮 因为日月潭美景终于回归了 相比三四月水晴吃紧时 附近泥沙露出外围石头浮现 有如天使眼泪 但随着五月梅雨带的充沛雨料 日月潭水库不仅蓄水率回升到97% 连带附近美景也一同回归 水晴景界也终于能稍微松口气 五月份的这一波梅雨的一个溢柱 水是已经回稳了 但是因为目前开始二级操作的 一个需水量增加 所以说降雨情势也不确定 所以说我们还是请大家持续节约用水 瑞亚湾水域出现 犹如天空之境的湖面 美不伸收 现阶段日月潭可说是接近满水位 美景跟着回归 如今的日月潭更显得风光明媚 记者曾如辰南投报导 台中一家供应学校 营养午餐的业者疑似涉嫌 连拿进口的小鸡腿冒充国产肉品 除了提供全市34所学校 2万名学生食用之外 还领取国产可溯源食材奖金 遭检局之后 卫生局也前往供应业者稽查 虽然在现场没有发现具体试证 但业者也无法提出 进货和食材来源的证明 目前教育局已经取消 并追回补助食材的奖金 不过业者出面喊冤 强调都是使用国产鸡肉 只是食材不符合农业局认定的 国产溯源 供应营养午餐的业者 一早就相当忙碌 工作人员忙着准备送餐 到各个学校去 但现在却传出业者 疑似拿进口的肉品 混冲国产肉 这间位于太平的供应业者 疑似用进口的小鸡腿 冒充国产的棒棒腿 提供给全市34所学校 2万多名的学生食用 还领取了50几万元的 国产可溯源食材奖金 教育局在接获检举后 也和卫生局一同上门击查 现场虽然暂无查到 业者以进口肉品 混冲国产肉品的具体试证 但经过要求业者 限期提供鸡肉竞销货资料 以及国产可溯源食材证明 但业者也出面喊员 强调根本没有使用进口肉品 是因为之前禽流感 肌肉短缺 才向国产鸡肉的节切厂 购买鸡肉 但食材不符合农业局认定的 国产溯源 目前教育局已经取消 并追回业者的补助食材奖金 但业者强调食材绝对没有问题 全部都是国产鸡肉 未来也将会在食材来源的使用 更谨慎用心 毕竟提供给学校的营养午餐 一定得严格把关 大意不得 借讲洪建敏台中报道 台湾开放韩莱克多巴胺的 美国猪肉进口超过两年 消极会5月的时候抽查 各通路供289件 含猪肉成分的相关食品 结果却找不到一件 有标示美国产制的猪肉商品 反观进口量相近的 法国猪肉商品 却找到了8件 消极会质疑 今年至今 进口破千吨的美猪 到底去了哪里 怀疑可能有习产地的疑虑 对此食药署回应 进口美猪制成加工品 肉片等在通路上贩售 市占率只有约0.4% 本来就不易出现 针对相关业者 也会定期抽查商品标示 对于标示不清的业者 也都会予以开罚 冷凍猪肉买回家煎煮炒炸 料理很方便 但自从两年多前 国内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 美国猪肉进口后 消极会质疑市场上存在 许多不明确的把关环节 今年五月下旬 针对全台北中南地区 做调查 包括市场摊贩 超商超市等通路 一共抽查两百八十九件 和猪肉成分的相关产品 结果在这当中 却找不到一件 又标示 美国产制的猪肉商品 反观进口量相近的 法国猪肉商品 却找到八件 小机会董事长 吴荣达分析两种可能 这一次抽查 刚好没查到美猪商品 但也有可能是业者 习产地 来自美国却标示 其他原产地 有民众担心 美猪是否会流入传统市场 但有摊贩拿出来源证明 说几乎不可能 看看谁要数 统整跨单位资料 最新猪肉仪表版 从今年一月一号 到六月二号 美国猪肉不含内脏的进口量 总计一千四百一十六点九六顿 和法国猪肉进口量 一千五百多顿 数量相近 但为什么这次 小机会抽查 不见美猪商品 是否可能有习产地之嫌 石药署给答案 难怪小机会的员工 产地标示鸡查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不容易看到这个美国猪肉 因为它的市占率极低 石药署副署长林金富表示 进口美猪来台制作成加工品 肉片在餐饮业者贩卖通路上贩售 都有机会 但市占率很低约0.4% 本来就不容易出现 而针对使用美猪的业者 也多会标示清楚 加上石药署定期抽查 市售猪肉来源及标示 对于不合格业者 也会予以开罚 接下来下面林一星台北采访报道